大家好,我是Chastina 今天為什麼會用韓文開頭呢? 因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關於我學韓語的大小事 那話說其實我學韓語的時間並不長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比較注重的部分呢 就是關於我怎麼學韓語 學了多久,平常怎麼練習 學了韓語後的一些心得等等的 如果你對學習韓文也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看下去喔,我們一起開始吧 OK,第一道問題就是為什麼我會要學韓語 那其實一直來追中國的人都知道我很愛追韓劇 然後再來我13歲就已經開始很關注K-pop 身為K粉的我怎麼可以不學韓語呢? 然後其實我也是覺得 因為我一直追韓劇,一直看subletter 我覺得我看到很累喔 當然是希望可以完完全全的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 再來就是看綜藝節目的話 也可以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這個是我的目標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哪裡學韓語 是自學嗎? 學了多久? 我有嘗試過自學 朋友一直告訴我就是 你可以看綜藝節目啊 或者是追劇啊 就會學到韓語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我嘗試看running man 我還是看不懂 然後我本身是有老師教的 韓國的private tutor 從四月頭開始學到現在 三個月左右 那其實對於 對韓語零基礎的人呢 都是要從 HANGER開始學起 HANGER就是 英文所謂的alphabet HANGER本身 我個人覺得是 不是很難 然後那時候的我呢 就是在 老師給我的trial class 大概辦到一個小時內學會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 不難的 那接下來要學的東西呢 就是把這些字拼起來 那其實拼起來呢 它又分成 Type 1,Type 2,Type 3,Type 4 然後基本上你學完這些basic過後呢 大概就會看懂韓語 只是不懂它是什麼意思而已 給你們看 我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它就是我的corinthra class 然後它這個就是那個basic consonant跟verbal 再來分成四種的話呢 就是韓文會比較特別吧 左到右 然後上到下 這樣子怎麼學 就是把那些字拼起來 那學會了怎麼看韓語過後呢 老師就開始給我接觸一些 vocab vocabulary 比如說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就是這些韓語 怎麼發音 怎麼造句子這樣子 其實對我來說 被單詞這一回是 是比較吃力的 感覺好像回到幼稚園 然後就是要重新從 Apple back cat dog 這種階段學起 可是說真的 學一個語言不是那麼的簡單 可是還是一句話 有新的話一定學得到 接下來呢就是 靜語和非靜語 其實這個我在我看韓劇的時候 也學了不少 真的是會有幫助啦 然後老師在教的時候 一些的詞 我都 有聽過這樣子 比如說 那是非靜語 就是 靜就是靜語 美嘎 非靜語 且嘎 靜語 然後就是 conjugation 那其實這個我也是 上個月才學會吧 它就是 present past 然後past future tense 就是比如說 學習 正在學習 正在學習 我學習了 我會學習 就是大概這樣子 然後舉個例子 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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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original form 我就造個句子吧 比如說 哪能 哪能 I only study in the library 那個就是present tense 那如果是past tense 的話 你已經學了韓文 就會這麼說 哪 韓國 呃 就是 I studied korean 再來就是future tense 即將會做一樣東西 那比如說 I'm gonna learn korean from now on 就會是 超能 或者是 지금부터 韓國 를 공부할 거에요 不要介意我 念得一搞一搞 這樣子 因為我還在學習當中 然後它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其實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konglish 因為有些韓語 它的詞是跟英文蠻相似的 比如說 bus boss 然後 taxi 就是taxi coffee copy 再來就是 code 就是 kotsu 然後 還有就是 hamburger hamburgo 對 就是是不是很像 再來呢 我也是很喜歡 因為 有些韓語呢 跟 華語 甚至是福建 是很相似的 因為福建是我的母語 比如說 新聞 新聞 就是福建來說就是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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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學生 韓語是 福建就是 其實那個音不一樣而已 真的是太好玩了 還有 書 チェイ 福建話是 チェイ 再來就是 運動 韓語就叫運動 然後我們福建叫運動 運動 運動? 現在都有點亂了 然後還有就是 感動 這個真的是完全是Direct Translate 如果跟華語相似的詞的話呢 就有 圖書館 托書館 這個也是很像耶 就是托書館 圖書館 然後再來就是 銀行 恩興 銀行 所以其實 就是我的韓語老師 在我學韓語之前 他又問過我 你會不會華語 我說會 那他就說 那就容易多了 就 其實 如果你上YouTube 看 就是 那些老師怎麼教的話呢 很多人說 如果你會華語的話 就是 容易很多了 那如果你只是 就會英文啊 什麼的 他就是 比較少詞 會跟韓語接近的吧 我會怎麼說 OK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平常是怎麼練習 因為我的韓語課是 一個星期一次 我現在 算到來應該是 12堂課而已吧 而我平常都會 嘗試的去看一些 綜藝節目 我之前就有看過 Aespa的 What's in the Black 我就是有放慢那個速度 0.5 或者0.75 這樣子 就要讓我學跳舞這樣子 就一個詞一個詞 去看他怎麼念 然後再去查他的意思這樣子 會比較麻煩啦 因為這個也花了我幾個小時的時間 來看完一支影片 可是真的是 學了不少東西 因為畢竟 呃 現在在學著的 就是比較課本上 比較實的一些東西吧 那如果你是看韓劇啊 或者是追 這些綜藝節目等等的 他們說的 韓語會比較friendly 比較不formal這樣子 就是你日常都會用到的一些詞吧 OK 那我學習韓文 三個月後的信德呢 就是 其實剛開始我會自我懷疑 我到底這幾個月學的是什麼 然後 當你 呃 繼續追 韓劇 看綜藝節目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其實我懂了很多字 我聽懂了很多字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很欣慰嘛 就是 proud of myself 再來就是 我很期待 以後可以去韓國 用韓語溝通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期待 再來呢我覺得 在這MCO期間 學新的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因為 就是 你每一天都在待在家嘛 不會受干擾什麼 就是 如果也是以前的我的話呢 有可能 我就是 不會這麼的 努力每一天去 練習吧 有可能我就是會 忙工作啊 之類等等的 好 那為了要來測試一下 我的韓文的水平 到底及不及格 我會給我的 親骨打個電話 因為他是會韓語的 之前 我們出戲的時候 我只是聽他在跟朋友 說韓語 來 Oh my god 太厲害了 然後現在打個電話給他 然後我就是會 念幾句的 韓句台詞 給他聽 看他聽不聽得懂 OK Let's go OK 我現在就要來打給他 他不懂得接我電話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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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因為我現在錄著就是 韓文 就是我接下來的Youtube 就是關於韓文的 視頻 然後我現在 因為你是我唯一一個會講韓文的朋友 然後我就是 我今天要來測試一下我自己的水平 看能不能pass OK 所以我會問你就是 呃 那個 我選了就是那個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那個drama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啦 有有有 就是裡面的幾句的韓文這樣子 他的台詞 然後我就會 就會講韓文了喔 然後看你聽不聽得懂 所以我是要就是 你要念給我聽 然後我看我聽不聽得懂你的韓文 就是 對 我覺得 你要加油喔 我要對他戴耳機 OK來 第一句 ヨクサラン パムガ OK スルガ ヨジャカ マンナイロ センギョネンデ OK ヨクサラン 應該是 第10 パムガ 跟夜晚 OK スルガ 那9 然後 應該ガ的意思是和 是嗎 對對對 掛的是和 然後 ヨジャ 我聽到ヨジャ 通過跟女孩子見面 才會發生的事情 啊 OK 我覺得我們兩個可以耶 OKOKOK Next 好 真的 好 好 真的 真正的壞人 是不管你說什麼都不相信 你的人 哇 好難耶 這個 天啊 這個你念得不錯 真的嗎 OK 我們再來多一個 哇 這個連華語都不行耶 Fashion 欸 Yeah Fashion 時尚 對 Fashion 高尚 高尚 欸 高尾 欸 高尾 欸 又還是 那個 我來翻我的書 啊 對對對 高尚 高尾 真的吗? 对对对,是固执 可是我念给你听哦 他的华语真的很难 时尚就是要刻苦并固执以见 什么意思? 我超难很难 这个是... 我不知道什么... 哪一个图啦吗? 拉麵 泡 你为什么对我讲这种话有点害羞 什么啊?就是... 这个... 这个是就是问你 你要来我家吃的泡面再走吗? 这样的意思你懂吗? 真的吗? 可是他没有写家诶 没有寄贝 就是有点... 呃... 有点就是那个的暗示的感觉 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 你要不要来我家过夜的 那个... 哦 信 傻瓜... 哈尔街哟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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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这个对你来讲太简单了啦 OK 还有一个就是... 哇这个我也不懂我会不会念耶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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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的字就是很... 很绕口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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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可以跟你写韩文 这是我的梦想 看我们就练习一下 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可以慢慢答一下韩文 谢谢你 谢谢你 OK 那我猜我的这个试试应该是过的吧 我觉得念我还是可以啦 可是如果要明白那一句在说些什么 就真的还是有点难度 就是我也加油的 好以上就是我学习韩文的一些小小经验和过程性的 那其实学习新技能呢不只是语言 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和多练习 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有新的话 你一定学得成 而且继续坚持的话呢 你就会不知不觉中的发现自己在进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个like和subscribe 还有想看些什么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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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